为什么新手开车总是小心翼翼的还是会受到寡乘 而老师一开车的时候就算是遇到载路也能轻松的通过 其实新手要想像老师一样不寡乘很简单 新手只要通过掌握一些基本的技巧和点位就能避免寡乘 那么今天暴地儿就来给朋友们分享三个新手开车时 判断车距的技巧与经验 新手掌握以后你开车上路肯定会有所帮助 首先第一咱们在开车时遇到两边都有车的情况下 如何通过才能避免寡乘的 咱们需要学会从车内判断车量的两个点位 也就是说左侧和右侧的安全距离 我们现在车量两侧各放一个这样的障碍物 也就是说距离我们轮胎30厘米处的位置 好大概30厘米就可以 左侧放好以后我们再到右侧 好也是30厘米左右 那么现在咱们放好以后咱们就回到车上 从我们车内去找这两个安全点位 好咱们回到车上以后怎么去找呢 很多朋友会发现咱们根本看不到刚才放了两个障碍物对不对 其实很简单 咱们直接把车往后倒就可以了 切记到的时候咱们不要左右晃动这个发行牌 一定要回正我们的发行牌 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找到这个点位更加的准确 好慢慢的往后倒 到到什么位置呢就像现在这种情况推到我们可以从引擎盖看到这两个障碍物为止 好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两个障碍物对不对 咱们就停车 现在咱们看前方两个障碍物与我们车上哪个点位重合呢 咱们先看这个左侧 是不是就是说我手指比对的这个地方 咱们用一个胶带或者说粉笔给他这里做一个标记点位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点位做好以后它就是咱们车辆左侧的安全点位了 只要左侧的障碍物出现在我们左侧安全点位以外时 或者说刚好重合时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 右侧也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现在一样用这种胶带给咱们车上做一个安全的点位 好现在我们这两个点位都找出来以后 咱们在遇到载路汇车时或者说通过线关堆的时候 只要障碍物出现在咱们这两个点位以外时通过载路就是安全的 哪怕是障碍物重合于我们这个安全点 我们通过也不会单一发生寡胜 接下来我们找个相关堆去实验一下 好咱们就以前方这个相关堆为实验 实验一下咱们这两个点位到底准不准确 咱们先慢慢往前开 此时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左侧这个点位它刚好是重合的状态对不对 那么右侧这个点位其实它好像是在咱们这个点位以内 或者说也是重合的状态 不过说咱们还没有往前走 往前走一下试试看 好接近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左侧的障碍物就在我们左侧这个点位以外 右侧这个障碍物也同样是在我们右侧安全点位以外 对不对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开过去了 但是两侧的距离已经非常小了 我们看一下后视镜啊 好大家看一下 大概也就是说30公分左右 对不对 那么利用好这两个点位以后 咱们就可以轻松的通过相关堆 接下来第二个 判断我们车头与障碍物距离的方法 方法很简单 咱们先把我们的车头停到一条长实线上啊 就这样比较长的实线上 距离30公分就可以了 随后我们都回到车内寻找参考点 好现在我们回到车内寻找这个参考点 我们往前方看是不是看不到这根黄线 对不对 咱们要不是知道前方还有30公分的空余 很可能认为已经压到这根黄线了 对不对 其实啊 这是视觉误差的原因 那么此时咱们看不到前方的这根线啊 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车头的参考点 是在咱们左侧后视镜的这个下边缘啊 咱们保持正常的坐姿往前看时 这时咱们可以看到啊 以我们正常坐姿看出去 我们的后视镜下沿是不是刚好啊 和前方的这根黄线重合呢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们后视镜的下沿与前方障碍物下沿 或者说马路压制的下沿重合时 咱们就停车 此时车头距离障碍物刚好30公分 第三判断车尾距离的方法 我们还是将车尾停在距离 这根白线30公分左右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上车去找一下这个安全点位 好 我们回到车上以后 如何去找车辆后方的这个障碍物点位呢 其实啊这个安全点位也非常的好找 我们看一下左侧的后视镜 此刻是不是发现 后方的白石线与咱们左侧后视镜中的 前眉眉马手重合呢 那么也就是说 当咱们后视镜中的前眉眉马手 与后方的障碍物重合以后 就是说后方障碍物底部重合以后 咱们就停车 此时咱们车尾距离后方的障碍物 刚好30公分左右 咱们现在下车去看一下 是不是刚好30公分左右 非常的完美 咱们下车 咱们 like 谢谢 Sales